中国对决 北京319政变始末 作者 向阳 播讲 夏秋年 第十四章 最后的较量 决战北戴河 北戴河是中国北方的疗养胜地 也是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每年一度召开秘密会议 讨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人事安排的地方 2012年是中国十年一度权力交接的关键一年 很多事情都要在十八大上落实 因此 从7月末开始 辽养胜地北戴河 就迎来了中国最有权势的各色人物 海外媒体说 中共北戴河会议悄然揭幕 这才是中共真正的十八大 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说 这是一场在海滨上演的宫廷权力角逐 现任和退休的领导人在他们被严密保卫的别墅里进行磋商 试图让各自的盟友进入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 后者是党内最高权力机构 最终确定的人选将于今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揭晓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分析说 在北戴河会议上 领导层的规模和结构一直是各方讨论的话题 在五月份的会议上 高层官员也被要求提交他们对改变党的上层结构的意见 尽管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什么变化 但是很多人有很不同的想法 美联社的一篇分析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分析认为 中共对权力的掌控没有受到威胁 缺乏公开选举 意味着他们不需要选民的认可 但是 共产党面临危机 其合法性的减弱 将意愿强加与人的能力下降 与中国年轻一代进一步疏远 鼓励批评的反对声音 主张以民主取而代之 美国对外关系网上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显现 当中国最高层聚集在北戴河 确认新的领导班子的最终人选时 一种别具一格正在上升的政治力量 人民的力量让他们黯然失色 从北京到江苏到广东 中国公民正在通过互联网发出声音 走上街头发动抗议 重要的是 北京市政府的无能表现已经退居其次 北京市民等不及让他们改正错误了 这篇文章认为 在中国沿海 一种不同形式的人民力量浮现出来 而且是由年轻一代的活跃分子主导 在江苏如东市 瞎注如东是县而不是市 但根据上下文判断 此处的如东市显然因为启东市 对公共健康事件的关注导致数千名高中生走上街头 和其他抗议者一起去阻止污染项目 这些学生通过互联网得知上月发生在四川十方的学生参与的抗议活动 深受鼓舞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场有新生力量加入的抗议活动中 人民冲进启东市政府大楼 不仅抛洒了政府文件 还搜出了名酒和避孕套等物 并且捉住了市委书记和市长 并将书记扒光了衣服 这一刻已定格于历史 海外媒体从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出发 对中共十八大宫廷内斗做出某种预测和期许 虽然有时候也能反映出某些真实的层面 但是总体说来 浮光掠影 失之肤浅 深刻了解中共内斗文化的人 对此只能言口无言 实际上 2012年的北戴河会议 之所以受到党内外海内外高度重视 并不仅仅是党内几个最高层位置的争夺 更是政治局和军委 几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 几个要害机构的布局之争 如果说政治局常委几个名额 各大派系私下勾兑一下 求个平衡就能解决的话 什么人进政治局 哪些军头进军委 各大势力派系在这些机构中如何求得平衡 则是关系到成千上万权力高层人士的命运 由于中共的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形的 最高层动一个人 引起的震荡可能涉及到省市一级 命运随之改变的人往往要上千 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比如某省的省委书记进入常委 这个省的省长副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 差不多都要跟着动一动 这些人的秘书工作人员也要随之动 如果省一级的某个干部 需要从市一级提拔上来 则这个动态过程又要在市里再重复一遍 不知道多少干部的命运随之变化 职位的变化带来的是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巨变 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争夺冲动 这种权力更迭的震荡将从中央一直延续到最基层 因此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社会 一个执政党的换届会议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人们常常说中国被利益集团所控制 改革举步维艰 其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于是在中国对于十八大 普通百姓关注的是那几个常委的位置花落谁家 而官场更关注的却是谁能进入政治局书记处和军委 因为这些更能直接牵扯他们的根本利益和命运 为了在这场权力的豪赌中博得更大的利益 整个中国官场都绞尽了这场决战 要退大家都裸退 在北戴河会议上最引人瞩目的是 胡锦涛是否应该从军委主席位置上裸退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关键 是因为当年邓小平为了自己能够掌控军权 居然修改了宪法和党章 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国家军委主席 89之后 邓小平从军委主席位置上退了下来 但是宪法和党章中 关于国家军委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制度设计 并没有再修改 江泽民利用这一点 也效法邓小平在十六大上留任军委主席半届 遭到世人嘲讽恶评 胡锦涛这次能否效法邓和江 再次上演留任闹剧 就成了十八大上最让人废猜的一件事 实际上 胡锦涛自己并不想继续担任军委主席 他在自己第二届就任之后 就时刻想着早日交班 回家移养天年 因为他知道 他手里握着的 既是统治中国13亿人口的巨大权力 也是一颗足以毁灭这个党和这个国家的不定时炸弹 对于自己这种性格的人 这种感觉韦时不咋地 他会让人享受掌控巨大的权力乐趣 也会让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从而精神崩溃 胡锦涛天资聪慧 但是不过是个技术官僚的角色 远不是承担改天换地重大责任的政治家 由于历史的机遇 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金字塔尖 让他雄居塔顶 俯视万方 这对于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享受 对他来说无异是一种酷刑 胡锦涛想尽快交权 结束这种煎熬 实在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处在中国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当中的胡锦涛 在很大意义上并没有自己的完全意志自由 从2010年起 特别是2012年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爆发之后 军中有一种声音提出 国家形势不稳 军队权力交接没有结束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胡主席不能退 有一帮军队系统指望着胡锦涛提拔的人 甚至在北戴河上提出胡锦涛交权 应该退党退国退军三步走的具体方略 即2012年退党 在十八大上卸任总书记 2013年退国 即在春天的人代会上退下国家主席 2014年退军 即在2014年秋天的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 卸任军委主席 他们之所以要求这样做 是因为军队内有一批大校和少将 尽嫌资历不够 目前正在熬资历 2013年和2014年这两年 将是他们能否成为少将中将的关键时刻 因为军内的腐败一点也不亚于党内 有些人为了晋升将官 疯狂举债 路子都已经打通 在这个关键时刻 如果军委主席换人 军内其他高级将领更迭 自己花的钱就可能打了水漂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承受的 当年江泽民在十六大上续任军委主席 固然有将自己练权的问题 但是军内少壮派希望将留任自己晋升也是重要原因 这一次胡锦涛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这帮军人甚至还在私下游说胡锦涛 他们桌子底下的理由更能说中胡锦涛的心病 那就是薄熙来的与党并没有肃清 陈浩苏和光业还在伺机行动 如果手中没有了军权 身后之势恐怖安全 据说胡锦涛对此非常犹豫 一时对是否留任军委主席下不了决心 鉴于有人在北戴河会议上闹场 出现拥戴胡锦涛继续担任军委主席的暗流 周永康在曾庆红等支持下公开发难 周永康在一次会议上说 干部年轻化实现世代交替要从自身做起 不能数手电筒的光照别人不管自己 我建议政治局常委除了近平同志和克强同志 全部裸退 就是退的一干二净 一丝不挂光着屁股离开中南海 政治局委员到年龄的也要学习无疑同志 尽可能裸退 给别人腾位置 对于周永康的重炮轰击 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人呼应 倒是温家宝回了一句 退了好 退了干净 让大家十分诧异 连周永康也万分不解 后来周永康到曾庆红处汇报 说自己的发言只有温家宝支持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曾庆红长叹一口气 说 胡温胡温到底还是胡温 温是在护着胡啊 周永康还是听不明白 曾庆红眼皮都不抬 说了句 温这是在给胡安放一块下马时呢 温不说话 胡如何下马 周永康恍然大悟 明白了 我是那个赶他下马的人 而温是扶他下马的人 转眼又想 为什么做同一件事 我要做恶人 而温却要做好人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是什么事 我先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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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解采